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 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直心姐姐,在这里欢迎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收听今天的爆米花 现在的你,你想不想要交到新朋友呢? 你想要交有哪些特质的新朋友? 个子高高的朋友,很爱笑的朋友 飞毛腿朋友,或者大胃王朋友 今天直心姐姐要和你说一只乌鸦小麦的故事 小麦好想要交到一个大朋友 大朋友该要怎么样的大呢? 你来评评里,我们说故事咯 好树不结坏果子 坏树不结好果子 我们都要结出好果子 好果子就是好品格 所以,小朋友,你来评评里 乌鸦小麦喜欢一切大的东西 它住在森林里最大的一棵树上 大树上有一个好大的树洞 树洞里还翻成了好多个大房间 小麦每一天最期待回家的时刻了 它总是瞄准那棵最高大的树 翅膀用力拍嗖的一声 滑翔降落在大树洞门口 乌鸦小麦的房子真的很大 可是在这个大房子里 除了小麦自己以外 一个人也没有 小麦很喜欢这个大房子 可是一旦回到家 就没人和它说话了 小麦闷得慌 每天早晚 当小麦站在镜子前梳洗时 它总是自顾自地说起话来 嘿你好 我是小麦 我们聊聊天好吗 几秒钟后 小麦又垂头丧气地走开 哎 一点都不好玩 没有人可以聊天 这种生活太可怕了 忽然小麦又悄悄脑袋 对了 我可以找一个朋友跟我一块住 这样就有人可以跟我聊天了 可是我要找什么样的朋友呢 啊 什么东西我都喜欢大的 我的朋友也一定要有大的特色才行 一想到这里 小麦立刻冲飞了出去 开始去找一个大室友 在森林里 一处阴暗潮湿的石头缝里 小麦发现了一群肥肥软软 不断蠕动的蚯蚓 当中有一只看起来特别肥的 小麦二话不说 伸出尖尖的长嘴巴 用了一啄 把那只最大只的蚯蚓给啄了出来 摊在阳光下 嗨你好 我是乌鸦小麦 我正在找一个室友 你愿意跟我一块住吗 小麦很有礼貌 可是 眼前的大蚯蚓 吓得浑身发抖 转身就想逃走 小麦一蹦一跳 挡住蚯蚓的去路 嘿 你别走啊 你是我见过最大只的蚯蚓 我想邀请你跟我一块住 肥大的蚯蚓 人人吓得浑身发抖 一个劲的 想钻进地底下 小麦叹了口气 摇摇头 我说你啊 胆子这么小 没办法当我的大朋友 算了算了 再见 小麦站翅高飞 飞向池塘 远远的 小麦发现 池塘边 有个大东西 那是一头 棕色的 大水牛 正在池塘边 低头吃草呢 小麦一口气 就降落在 水牛的头上 嗨你好 我是乌鸦小麦 你看起来真的好大 好大 好大 大水牛摇了摇头 从鼻孔里 喷出一口气 小麦还在 鸡里刮了地说 我最喜欢你 这种大个子朋友了 大水牛 你愿不愿意 搬来森林里 最大的一棵树 跟我一起住 大水牛 什么也没说 只是再喷了一口气 用了一甩头 噗通一声 小麦被甩进了池塘里 成了落汤乌鸦 喂喂喂 你以为你个子大 就可以欺负人吗 我不要再跟你住了 小麦在水面上 再浮再沉 气呼呼地转身就走 不过这时 小麦听见了 一阵 泼啦泼啦的水声 一条紫红色的大鱼 出现在小麦眼前 小麦伸出两个翅膀 拼命滑水 游向大鱼 哇 你是我见过最大的鱼 嗨 你好 我是乌鸦小麦 你愿不愿意搬到森林里 最大的一棵树上 跟我一起住 紫红色大鱼 一个漂亮的转身 溅起了一片大水花 泼在小麦身上 随即 钻进水底去了 小麦 一句话也不说 没礼貌的家伙 我才不要跟他住 湿淋淋的小麦 狼狈地爬上岸 心情糟透了 忙了一个上午 连一个大朋友 都没有交到 这时 小麦瞧见 一棵老树上的树枝 好像抖动了一下 再揉揉眼睛 仔细一瞧 原来那里停着一只 猫头鹰 小麦再度雀跃起来 赶紧爬上树 你好 我叫做小麦 我是乌鸦 你的眼睛好大 好圆哦 真有意思 你愿意做我的室友吗 我们每天都可以聊聊天 猫头鹰睁着 又圆又大的双眼 但是眼神却很空洞 好像看不清楚 或者睡眼惺忪 任凭小麦 吉利呱拉的一只脚 猫头鹰 缓缓地闭上双眼 睡起觉来 小麦既错愕又生气 白天睡懒觉 我才不跟它一起住 小麦的羽毛 干得差不多了 它飞向森林边上的 大草原 草原上 趴着一只 有着金黄色棕毛 看起来好威武的狮子 小麦一面赞叹 一面加快速度 轻巧地降落在 狮子前头的草地上 嗨 你好 我是乌鸦小麦 你是我见过最大 最漂亮的狮子 你愿不愿意 跟我交朋友 搬到 森林里最大的一棵树上 跟我一起住 大狮子好奇地 伸出脚掌 搏弄了一下 小麦的头顶 小麦还在 吉里挂拉地继续说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去参观 那棵森林里最大的树 你一定会喜欢 里面的大房间的 狮子张开了嘴巴 越张越大 越靠越近 我还没说完呢 狮子您别打哈欠了 我再告诉你 我的那个大房子 等一下 小麦看见 大狮子露出了两排 白森森的尖牙 吓得羽毛都竖了起来 趁着那两排尖牙 还没有咬住小麦 小麦一个闪身 翅膀一挥 赶紧飞向蔚蓝的天空 一面拍翅膀 小麦喊一面回头大喊 我想你实在是太大了 你不适合跟我一块住 小麦一面飞 一面回头喊 完全没看前面的路 紧接着 蹦的一声 小麦一头撞上了什么东西 眼前一黑 坠落下去 小麦掉进了一个树层里 幸好树层很柔软 小麦没有受伤 哎哟 发生什么事 树层里不远处 还有另外一只鸟 也挣扎着 想要爬起来 小麦一看 急不可失 赶快自我介绍起来 嗨 您好 我叫小麦 我是乌鸦 我刚刚是不是 在空中撞到你了 对不起 我撞到你 对不起 隔着树丛里的枝牙 那一只颜色看起来 比小麦浅一点的鸟儿 说话了 你好 我叫皮皮 我是乌鸦 不过我的朋友 都叫我大嘴巴 因为我很爱说话 小麦的眼睛都亮了 你说你叫做大嘴巴 太好了 我就想找一个大朋友 我住在森林里 最大的一棵树上 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住 这下子轮到皮皮 瞪大眼睛 你是说真的吗 我正在找房子 我最喜欢住大房子 两只乌鸦一拍即合 它们爬出树丛 兴奋地抱在一起 又笑又跳 从此森林里 最大的那棵树的树洞里 成天都传出两只乌鸦 鸡里瓜拉 鸡里瓜拉 鸡里瓜拉的声音 故事说完咯 乌鸦小麦终于交到 它心目中的大朋友了 不过这只大朋友 不是体型特大 嘴巴也没有特别大 而是因为 这只乌鸦就跟小麦一样 喜欢大房子 那么先前小麦试了那么多次 想交个大朋友都失败了 这些算是白忙一场吗 不 这些都是认识自己的重要过程 越认识自己的人 才越容易交到与自己性情相近的好朋友 才不会强迫那些 害怕我 对我很凶 完全不理我 或正专心做自己事的人 都要当我的朋友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 交朋友是一个很棒的学习历程 知心姐姐相信 上帝把你造得很棒很棒 所以你也能够交到很棒很棒的好朋友 谁也不抢破谁 包米花我们下一回空中再会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